立法院1月8日出审 老农津贴占行条例修正草案 领取老农津贴的资格提高到15年 民进党反对提高门槛 朝野意见分歧 全案交付朝野协商 预计下个会期才会处理 国民党立委认为 这次草案通过与否的唯一变数 在于部分立委执疑心致 是否真能排除假农民 而不会伤害真农民的福利 也要求农委会拿出具体的配套措施 相关的配套措施 必须要同时进来 不要只管说 我就是要修成15年 那么他的配套措施在哪里 有什么 昨天并没有说明得很清楚 也难怪在野党会很多的质疑 而民进党立委赵天理也质疑 如果我会有诚意修法 为什么没有列入本会期的 国民党优先法案 这个会期快结束 才抛出一个震撼弹 他认为马政府只是为了 图改革的美名 他现在要放宽这个15年 可是这个15年是以怎么为基础 为什么不是20年 为什么不是8年 6年 都没有跟社会大众做过沟通跟讨论 老农津贴 朝野立委意见分歧 由于朝野对于修法没有共识 交付朝野协商 农委会下一阶段将老农津贴 接轨社会保险 逐步规划老农津贴落日条款 但更重要的是 针对农民身份把关认证 记者丹利福巴扎克立法院采访不到 好 好 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